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查理定律 那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数学式 那讲到这个内容跟数学式的时候 各位,我们再回头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过 那查理定律又叫查理给理萨克定律 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刚刚跟大家提到过 不是只有查理做了这方面的研究 很多人都做这方面的研究 他当然贡献比较大,我们就会记得他的名字 那以给理萨克来讲 他实际上他也有实验知道温度的改变 温度的变化量跟体积的增减量 其实有一个关系式存在 好,那所以我们平常在讲查理定律是一个统称 一个大致上把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就统称叫查理定律 那所以你这边在看他数学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这边针对一个关系数学式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边的叙述其实就是类似 像我们在讲的这个查理定律的内容 以及给理萨克里面提到的这个温度变化跟体积增减量 好,那坦白讲这个算是不太好看 你大概就不会去想到 而且你也很容易忘记 所以我比较倾向于会希望各位就说 刚刚我们在前头讲到这个实验的示意图的时候 甚至于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所呈现出来 我有告诉大家 我们的V和T 记得T要用克式温标 这时候它会成什么 成正比 我们就用这个观念来做推导 好,那正比的表达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样写叫正比 另外一种就是相处为定值 所以你V1处于T1 等于V2处于T2 那我可能就建议大家从这边来着手 好,那这边着手的时候 我们就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在上头 我希望从第二个式子推到第二个式子 所以我就希望有出现V1 还有VT 所以各位我这边就全部用这样的一个表达 譬如说我的V1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 假设我用V0来表示 V0就是指0度C10的体积 OK,好,那这个时候T1 各位不要忘记那时候是 因为克式温标嘛 克式温标等于度C加273 OK,好 所以当我这个地方我的度C带0的时候 我的克式温标是273 所以这里是273 好,应该要等于什么 等于我们的V2 那V2我这边就用VT来表示 就像这样来写VT 那后来的温度 当然我就可以用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地方 因为你以T2来讲嘛 就是说我们讲我后来的温度 那后来温度我们假设我们用什么 用这个所谓的 因为它题目是问T2C嘛 所以我们这边就用这个T加273 OK 好,因为我们要把它换成所谓的克式温标 好,那我们在下一个步骤 把这边稍微做一个整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什么 好,比如说老师VT不动 我们把这个移向过去 好,那你就会清楚看到它的一些关系是 好,我VT不动 好,那我就把这整个移向过去 我们就会得到多少 好,来273分之 好,来T加273 然后乘上V0 好,我再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什么 来,V0不动 好,然后273除以273是1 那这边就是273分之T OK,那做时候我们再把它怎么样 做一个整理,展开 好,我们就解出来了 所以现在各位看清楚 我这个地方我写的这个式子 那其实就是这个式子 看到没有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大家去死背这样的式子 当然这个式子有它的意义在 这个意义可以再从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些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函数图形的时候再去做一个探导 但是如果就我们这样来看待的话 这个会比较容易去了解 而且也比较容易记 所以我比较会倾向于希望各位记得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式子成立 你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是推出这个式子 所以这两个式子是有相关性的 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要记得这句话 哪一句话 就是在定压下定量的气体体积 跟绝对温度成正比 所以你的关系式只要写得出来 很多式子的概念 其实也都跟着就建立 所以建议大家这样来记 OK,好,所以我们这个查理定律的部分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